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键精神时刻 你把庆老师的节目看完 你就知道支撑在哪里 没有做吧 所以昨天 我先给你两道支撑 这个缺口都是支撑 多多长请下档的层层支撑 越接近支撑 你当然越要站在买邦 昨天我还特别跟你提醒到 一个极短线的支撑 你对 昨天收最低吗 16212 还记得吗 我说前天最低点是16211 上礼拜五杀下来低点 一样是16211 昨天呢 收盘收最低 收16212 Bingo 极短线的支撑就在16211 这个守住 今天台股职业 跳空大涨往上走高 行情有没有如同我的一个 昨天的说法 相信你看得很过瘾 今天台股呢 一开盘就开高 大涨 盘中曾经大涨261点 昨天 黑鸡棒杀下来 不过杀了231点 多方性的结构 所给你的逢低成见的策略 到今天为止 其实都没有改变 早就告诉你 不要怕跌 你要喜欢那种买跌的感觉 因为物超所值的买点 风险低利润 起来是会带给你 所以当今天台股大涨 有些股票该卖 我一定会卖 我喜欢在大盘往上走高 个股冲高的过程 告诉全体会员 卖 建老师不是单兵作战 不是 所谓的一个单枪匹马 那么多会员 靠我的指令再进跟出 什么时候买股票 比较好买 你们不想买 市场上悲观的时候 逢低默默的承接 买了很多 什么时候比较好卖 当然是大涨的时候 一个口令下去卖 大家很容易的 把策略丢给市场上 喜欢乱追高的一个 买盘嘛 所以整一个操盘一个架构 希望青年龙老师这边的一个反市场的一个操作原则性 你可以全程来带到 太重要了 股票不是只会买 更要会卖 你都知道啊 但是为什么你们都不会卖 这一档华讯云IC的 青年度的12月份达到44.1回档买 连买两天 12月7号再来一次 44嘛 再低接啊 当他低档买完之后 你就看到他开始冲涨停了 12月7号 8号不是连续亮灯涨停板吗 最高还曾经涨到116嘛 44到116 有160%的一个利润嘛 那当他回档修正呢 128号啊 低啊 跟上次这个44 买低的感觉 是不是物操所持 一般同学们不喜欢这样的操作 多喜欢在大涨的时候 去追股票 我们好像买得太猜 对 昨天台股 沿路的一个逢低杀下来 你在买股票还是买股票 问问你自己啊 那今天涨牌一开盘了 你那种想买股票的信心又来了 都是这样啊 所以华讯当时候回档 跌哦 8天叫转折嘛 来到这一道叫支撑嘛 当然要买啊 不是只给你一次机会 2月1号再来一次 那不是支撑吗 再买啊 77附近很好承接嘛 接尾之后 你就看到 风光那天开始涨停板了 看到我们那天 一样涨停板了 又是这样的模式 低档买完之后冲了 是不是 赚涨停板 是要靠实力的啊 不是等到涨停板了 才拿出来摇旗呐喊啊 是不是 上次44的买点也是一样 买完之后冲啊 这次77附近的买点 买完之后冲了30%嘛 冲高之后 98卖 对不对 这卖点跟你对时对价过了 那卖完之后 礼拜二达到87.6 差20几块钱 找买点啊 对 第一段160% 第二段30% 第三趟呢 没有那么多啊 没有到30% 因为我今天把他打 整个华讯 医院收年长率一样高达271%嘛 基本面如此成长了一档 IC设计股票 回档当然要早买点了 礼拜二回档修正重挫 做接回的动作 昨天盘中大涨快7% 今天 来对视对价一下 9.23分 华讯量不太够 91以上卖 经过两分钟 股价在1.5 你去对价 会员大概可以增加在91块半 其实我卖完之后 还有更高的位置 91块半你家 卖完之后冲高 最高93.3 是不是 我就卖91块半 为什么要卖 量不太够 量不够 穿不起 这我的看法 今天应该如果是 量人出来 他应该是要往上攻 是不是 所以卖在这个位置 其实还不错 收盘是91.3 那收盘之前 前一档18.9.5 尾盘有人 偷拉 那不关我的事 反正该卖的位置 该停利我就会卖 就是卖 卖在91块半 把他档 三趟的操作 0.15 因为每一趟 都是浪费赚钱的 没有一招了钱的 赚多赚少 那是其次 至少卿老师 给你的全程的 操盘的过程 一五一十的 摊开在你面前 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应该很明确吧 这是我带给 会人一个真实绩效 是不是 所以包括今天的帽连 也是一样 我把它做停利 为什么 量人退潮 这边整理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不怕它整理 因为我买了够低 买了这个一个相对低档 够低 是不是 但是量人一直没有出来 为了会员的资金效用 我今天一样先拔档 落贷 落贷的资金 我当然准备买下一档个股 是不是 电动车的一个帽连 260 开始买 买完之后 达到257.5 下来是可以低接的 够不清楚 跌破我的买点 257.5 可以低接 金老师有躲起来吗 我一样 把一档股票 为了一个价值 在它回档的时候 告诉你要逢低买 这金老师 有实力的地方 对 257.5 低接 1月11号 270了 中线还会在 再涨 14号 278即将再创高 285果然创高 接下来就一路往上走高 297.307 325 到上个礼拜四 有没有 2月18号 我还留着 我还留着 所以整个帽连的架构 今天 量一样不太够 9.32分 304停力卖出 股价当初在304.5 一定卖得掉 因为今天收盘几块钱 因为收盘305 所以这边位置很好卖 一定卖掉 当然整个一个帽连架构没有卖到最高 很清楚 上礼拜这边还有高点 当然最高是在这位置 所以操盘的一个真实的呈现是 第一档我有买 买了冲高之后 我本来认为他整理之后还会往上走高 但是因为量能退潮 量能退潮代表不容易再攻 所以今天做停力的动作 卖 卖 对会员有一点小小的不好意思 因为你也知道吗 这边有更高的位置 没有卖到 但是 但是 至少 给你的低风险的操作 我是买在相对的低档吗 那相对高点卖 这样一买一卖 创造出破断利润出来 这是我的动作啊 所以不怕同样你去比较 分析师 每个人都要说他很行 一定是这样嘛 所以到底哪位分析师 他的一个讲解内容 或是他带给会的绩效 是你认同的 是你可以一再一再印证的 印证完之后 你才知道你如果真的跟了 才会有那种真实的效果 呈现在你的一个操作过程嘛 所以 今天 台股大涨200多点了 该卖的我一定会卖 该卖的我会停利啊 亲爱的朋友 你看一下 昨天这档华星科嘛 284卖啊 也没有卖到最高啊 礼拜二还有更高点吗 是不是 那我就卖284啊 这时间交易不是跟你对过了吗 昨天啊 284很好卖啊 相对高点卖尾盘杀下来 今天华星科 早盘还有高点啊 最高几块钱283啊 怎么才刚才好 我卖的那个284 好像变成所谓的一个短 所以今天早盘 我告诉新进会员 你有华星科的卖 有华星科的卖就对了啦 尾盘又杀到269 最低是267啊 所以华星科 杀下来 我昨天已经跟你预告了 接回的几率很高 以目前被动原件的供需的情况 缺货的条件 低档一定有支撑 低档一定有支撑啊 所以华星科这一次大概赚了30块钱嘛 其实很快啊 大概一个多礼拜时间嘛 10张大概30万落袋 那下来 你想跟我 踩低肩模式的 不用客气 Stand by Stand by啊 剑老师才有随时 通知你上车的可能性嘛 不然你住在看我 对吧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要怎么给你通知 是不是 你不要每次都来不及 每次看完节目 才能鼓掌一下 需要那么累吗 需要那么累吗 你去看一看 你自己的实际操作 跟清老师实际待会的操作 有一模一样吗 场外观赏 如果你没有出手 是很惬意的嘛 跨清老师 华星哥这边买 这边卖 对不对 很精彩啊 是不是 看我茂莲 这边买 今天卖 很精彩嘛 你会不会这样操作啊 你有没有这样的忍耐啊 创造出不管是短波还大波 到你的操作绩效出来了 是不是 你看看这场环球星 从360 重挫啊 破断低点 大胆买 到昨天创新高 这过程我就不再赘述了 因为讲过了恩变了啦 昨天创新高 而且是历史新高 最高是839 所以如果你有看我节目啊 环球金啊 从360 这沿路的一个操作 你有报道昨天的 你听到 一定赚钱啊 因为昨天的839 是历史新高价 历史新高耶 看到没有 历史新高耶 所以呢 我昨天有没有拔档啊 昨天825卖 实验家会跟你对过了吗 820以上提例卖出 9.29分 2.9分股价印下来 825嘛 是不是很好卖 大厂时候卖嘛 360到825 465块钱的价差 10张465万啊 然后呢 130%的利润啊 对 高阶会员的 都是10张起跳 都是10张起跳啊 所以你说 我们会员 有没有人赚到465万 去探订一下 去探订一下啦 所以整个环球金的一个大波段操作 就是因为对于环球金 这档细菌源的一个基本面 最好是掌握住绝佳的优势 所以说基本面不重要 如果你对环球金的基本面 没有辽弱执掌 你早就被洗漱厂了 你不要跟我说你很厉害 你报到昨天 有哪一位飞行师 环球金是大波段的操作 有吗 你是找不到的啊 最幸好是一个价值型投资概念 选择的基欧股 常常会让你非常的shock shock在于它的股价 反映出它的大波段的基本面 创造出465块钱 130%利润 卖 大涨我喜欢买 卖完之后呢 昨天 有没有掉下来 这边是卖点不是买点 好不好 昨天掉到754 825 754 差到70几块钱了 今天环球金 有涨了 涨17块钱了 短线 这档股票我是不会去碰 一定是这样嘛 短线 我是不会在意它的一个涨涨点跌啊 所以它回档深一点啊 回档深一点我才会考虑的啊 简单来讲就是如此啊 所以庆老师是为代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该卖我一定卖 你来看一下这档形象 再来回顾一下 12月17号当时有683 从900多跌到683 跌了300多块钱的形象游戏股啊 有没有赚钱的公司 EPS超越环球金 耐心低接等喷出 当时候买了之后 没有马上动 我知道啊 但是它会喷出的 它会喷出的嘛 来到774 683到774 赚了91块钱 告诉你还有高点 抱着 1月份 782的形象抱着 1月182的770的一个形象 依然看好寒假 向于所带动游戏股的一个涨势 有没有从770 这位置涨到850 我减码 你有说吗 寒假向于依然看好啊 那反映完毕就850减码嘛 683到850 这样一买一卖 167块钱 实际上是167万嘛 减码 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了嘛 是不是 什么都接回 792啊 850 792 差了58块钱嘛 高档卖 低档接啊 做股票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本领 否则你应该贪不住钱 这种大盘 接下来会涨到2万点 你如果是只是 一昧的 用追高的去追股票 不会踩低接的 在一个盘式的 一个震荡过程当中 你就容易被洗掉了 唯有低档买 买在低成本的优势 上去的一个震荡 你就不会被洗掉啊 差别在于 如此这样的一个反物 重复的动作 才是你在股票市场上 利于不败之地 最重要的策略啊 低档买 高档出 高档出完再低接 低进高出 高出完再低接啊 你一定要这样做股票 不是每天这样追高 追高然后杀低 这样就要探钱 所以 行情脉络 多方结构没有改变 回档看支撑 支撑到了跌的时候要买 涨的时候 该停利的 最好是一定带你停利 所以先向792接回 811 835 867 2月18 上礼拜四 礼拜878 破断高 没有卖可惜 真的可惜啊 礼拜二 杀下来嘛 我说表现还不错啊 那今天心象 卖 10年57分的心象 850以上停利卖 57分的股价 854 你去对值对价 854一定卖得掉 因为收盘 应该收得还不错 859 859啊 我卖854而已啊 该卖我就会卖啊 亲爱的朋友们啊 所以第二趟的一个操作 从这个低档区的792 到今天854 这样一买一卖 大概是62块钱 清楚吧 怎么进的 怎么结尾的 跟今天怎么卖的 62块钱啊 这样第一趟的操作 167嘛 有没有超过250块钱 同一档股票 所以这种股票 需要杂乱无章吗 需要建一档 爱一档吗 你的一套资金 该如何运用 选择强势基金股啊 来回操作 你要懂得重要 不是 市场上的一个言论太多 消息面太多 他们可以给你 補一下买一下 看其他投资老师 给你補一下买一下 你有那么多资金吗 你可以有那么多档持股吗 秦老师给予会员持股 大概三档左右 不管你参加我任何等级会员 普惠特惠尊隆都一样 行情好的话 我顶多会拼到五档而已啊 所以该如何集中 你的一个资金 产生最大的效用 需要秦老师帮忙的地方 不用客气 甚至今天盘大好嘛 你的持股 不晓如何调整的 交给秦老师 就这样 再回到今天面前场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有些都没有 如果一点半有时候 难免有一些事情 来不及收看秦老师节目的 其实你可以扫描 左下角这个红色的 这个红色的QR Code 那是我的YouTube频道 把这个QR Code 你现在就可以扫描进去啦 按个订阅 按个赞 分享给你的一个好朋友嘛 来收集秦老师的一个 最新的节目动态 相信不管你在任何时间 你在任何地方 追踪秦老师YouTube频道 每天或是过去的一个节目内容 你随时都可以看得到嘛 有时候你想说 之前秦老师讲了一些 个股的一个操盘的一个方法 或是里面 你觉得可以重复的欣赏 YouTube频道里面 不管是现在过去 还是以后的节目 你每天随时随地 都可以及时说得到 很精彩啊 所以呢 秦老师的节目内容 很感谢很多朋友的一个爱戴 不停的分享给你的周遭朋友 来订阅我的频道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 把最好的操作的一个内容 以及最好的节目的一个品质 呈现在你面前啦 所以今天台股呢 大涨 我没有胡乱去追高股票 该减码的我会减码 其实我今天减码了很多档股票 现在会是很多的现金在手上 等什么 等如果低档啊 什么个股 几样发动了 是不是马上可以进场 一套资金 就是要如此的运用嘛 今天卖出的这些个股的一个资金 准备好 所以亲爱的观众 你想跟我们一起再度的一个低阶强势机油股的 自己要把握 你看看这档大田 高尔夫球肝的 上礼拜是买在69块半 这时间就要跟你对过了吗 没有错吧 69块半买完之后会亮灯 亮灯完之后 礼拜五又大涨8.38 两天是几% 2月23号创破段高 昨天我怎么分析的 昨天大田小回而已啊 昨天排骨不是沙身融融吗 几乎沙最低啊 但是大田我在盘中就告诉你了 小回而已啊 收盘呢 往上拉高耶 所以昨天当然不需要钱嘛 那今天呢 佛宏高站在卖方先卖一趟 12.17分的大田创高 83.5以上停力卖出 17分股价在几块钱 83.9啊 你去对对价 就卖83.9这个位置 卖 创高嘛 就把它买下去了 这样没有20几% 你自己去算嘛 是不是 那收盘 是81.7 红的 都在平盘之上 该停力 我不会收软 我不会收软啊 拿出会员的口语 来跟你对对价 不是要秀给电视机观众朋友 你们看 我是在秀给我的会员看 你知道吗 我跟会员交信的过程 除了盘中给予他们一定的资讯之外 节目内容 你所看到时间价位的讯息 跟会员收到的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啊 这才是真实 机械的一个展现嘛 这才是诚信实在的一个坚持 跟原则的一个展现嘛 郁金光 第一趟60块钱 很多人没赚到 第二趟呢 利空回撤底部 正在买帮啊 二月的话 大利空 重量级的分析师 看坏郁金光嘛 我看好啊 告诉你480要买啊 开放盘那一天 不跌就是一件好事情啊 台股当天大涨500多点啊 郁金光小涨而已啊 我说不跌就是一件好事情啊 接下来就开始大涨来到523 你掰来到528将近50块钱价差 可以先解码 我告诉你会压回啊 那是机会啊 那是你再度低接的机会嘛 528是解码点 不是乱追高的位置嘛 他有没有压回 昨天来到496 你想低接的请跟进 今天郁金光呢 盘中 平板附近震荡 不跌 一样就是一件好事情啊 所以如何掌握 一档股票的一个超盘节奏 帮你创造绝大绩效 需要亲爱的老师帮忙的 不用客气 跟我们先让注意 做联系跟洽谈 从明天开始 我们一起来对死对价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辜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